這個也不太能證明 螺線管 螺線管的話 它就是你可以看成是 很多個環形線圈 而且是無窮多個 螺線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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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N是叫做紮數密度 紮數密度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它並不是越多圈越好 不是只有跟圈數有關 像是我舉一個例子 上面的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這是五圈 那下面這個例子是 這也是五圈 那哪一個你各位覺得 上面這一個還是下面這一個 如果通了相同的電流 那上面這個內部磁場比較強 還是下面這個內部磁場比較強 請各位回答 上面這個內部的磁場比較強 還是下面這個內部的磁場比較強 對就是下 因為你感覺它就是比較密集 比較密集磁場就比較強 所以事實上紮數不是只跟紮數 不是只跟你捆的數量有關而已 其實是還要跟它的密度 就是在一段長度之內有幾圈 一段長度內有幾圈 這叫做紮數密度 這個真正的紮數 真正的圈數是N 然後L是它的長度 然後L就是這樣子叫做L 然後N圈 N渣 然後上面通有電流 那它裡面的磁場呢 會是長類似這樣子 謝謝 不知道这样画好不好 好 不太好 这样画不太好 如果只有其中一个的话 他的磁场会是进去 然后出来再进来 这一个也是跟他一模一样 倒进去 从左边出来右边进去 左边出来右边进去 然后这也是 左边出来右边进去 假如说这个电流都是这样流 那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磁场 可是如果你把他们都靠很近 把他们都靠很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边他有一个向下的磁场 向下 可是这里就向上 而这个是这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的 右边是向下 然后第二个的左边是向上 那这两个其实就会抵消 那第二个的右边这里是向下 第一个的右边向下 第二个的左边的左边向上 这里抵消 然后第二个的右边向下 第三圈的左边向上 所以会有一些会互相抵消掉 那所以最后变成 像下面这一圈的话是从左边出来 右边进去 左边出来右边进去 然后这里也会是向左 然后这里也会是向左 然后这里向上 向下抵消 那这个外圈 这个螺线管的外部 是向右 向右 向右 所以最后就会变成是 内部 有磁场 然后绕到外面 再回来 这样子 这里也是 内部有磁场 绕到外面 再回来 可是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是 这个 这个地方 它不是只有造成这边有磁场 它其实是 可以造成这边 也有磁场 就是 这一张图已经满了 不好画了 我想一下怎么画 我知道了 我们用蓝色 看橘色好了 下面这个 它在 还是在画一张图 我们先把它变成这样子 变成 变成怎么样 我看怎么样画比较好 没关系 还是照这样 好了 没关系 还是照这样 好了 那么 这一点 它的 这一点 它的磁场 是 下面是 墙 对 下面是墙 然后 可是它绕到上面的时候 这边是弱 而且是特别弱 因为它比较远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假如这里有一小段电流 那这一小段电流 对 它离它很近 这个地方它离它很近 所以 这里的磁场特别强 还是用红色 我知道 我们应该要进入黑板 是出黑板 进入 出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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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 它 这里的磁场是来自于它 就特别强 但是它也会影响到这边 它也会影响到这边 它在这个地方 它在线圈的内部有一个 向左的 然后线圈的外部 这个白色线圈的外部 是向右的 但是 这个磁 这个电流 它也会影响到这边 影响到这边 然后这里 这里 这里是进入黑板的 这里进入黑板 那 它会造成离它很近的部分 离它很近的部分 有一个 向右的 磁场 那 这是在外部 它的下方 有一个 向左的 向左的磁场 这样 可是呢 这一个 它 也不是只有影响到这边 它也会影响到这里 所以这边有一个 很弱的 很弱的 向左 那本来 这个很弱的加很强的 本来应该剩下橘色的 向右 本来应该要剩下橘色的 向右 然后 这里 向右的 蓝色跟向左的橘色 也是向右的比较强 那所以 最后抵消以后 会变成向右 所以最后 它会变成类似这样子 就是在外部 是向右 然后内部 内部都是向左 因为 你这一个 它 这边是黄色 到这边也是 这边是橘色 到这边也是 它的共线也是向左 对不对 也是向左 那 这里是 在线圈内部的共线是蓝色 那到这边也是线圈内部 它也是共线蓝色 只是比较弱 所以线圈内部的磁场 都是向左 就像这张图一样 线圈外部 就是有 向右 剪掉一点点向左 以及 向右 剪掉一点点向左 所以就会变这样 到这边还可以吗 如果可以 就请你再讯息来回应一下 谢谢 另外两位呢 铅子姐呢 真的 我再重复一次好了 就是 有这三个环形线圈 然后 在底下这边呢 它的电流是上 从黑板出来再上去 再进去黑板 那 最底下这里 它的电流造成的磁场 是这样子 对 然后这里也是 那所以造成一个 这样的形状 的磁场 那但是细微的观察的话 是 这一点它不是只有造成 这两边的磁场 它还会造成 上面的 我把它画成 蓝色好了 这样会比较好 区分 比较好认出来 谁是谁 我们稍等一下等它干 好 就这样子 这个蓝色的靠很近 这个蓝色的靠很近 蓝色的对周围的影响是这样子 然后黄色的对它周围的影响是这样 可是黄色的底下这边 对它的影响都是 橘色的底下影响是向左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橘色的以上是向右 蓝色的以下是向右 蓝色的以上是向左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那照理说 本来是向外圈 外圈是会向右 外圈是会向右 可是呢 如果你是无穷长 重点喔 重点喔 重点是 如果你是无穷长的话 像这样子 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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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那你的 你的左右如果是无穷长 那就会变成是很像一条线一样 很像一条线而已 就是像这样子 无穷长 那如果是无穷长的话呢 你的这两个就无穷的靠近 因为左右它的宽度变很长 那它的高度就会看起来很短 它的粗细吧 如果长度很长很长很长 那不管它原本有多粗 只要它原本不是无限粗 只要它原本是一定的粗度 可是你的长度变很长的时候 那个粗度就会看起来越来越细 那细越来越细代表说 这两个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的结果会变成说 这两个强度会差不多 这两个强度会差不多 因为本来它们会变弱 是因为距离远的关系 像蓝色 这蓝色的强 蓝色的弱 是因为距离远 但是如果你今天靠很近的时候 蓝色的就会一样强 几乎是一样强 那所以最后 如果是无穷远的话 其实外面的会抵消掉 外面的会抵消掉 如果两端是无穷远的话 那最后它会变成是这样子 它就会变成只剩下 只剩下内部的 对吧 如果两边是无穷肠 这边的会抵消 这边的会抵消 那就只剩下内部 就只剩下内部 原因就是因为 你如果是无穷肠的话 这个粗细就会变成很短 就会变成很靠近 这要怎么表示呢 这个应该叫做 这个叫做 忽略它的粗细 忽略粗细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个公式里面 它并没有它的半径 对不对 这个我们原本在那边画这些圆 它应该是会有一个圆半径的 原本它应该有一个半径 可是结果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里面没有R 没有R 那原因就是因为粗细可以忽略 原因就是因为它两边是无穷远 两边是无穷远 你有多粗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就算你再粗 我还是可以一直无穷远 变很长很长 那很长很长 你再粗还是 看起来都很细 所以当你是一个非常长的螺线管的时候呢 管外磁场就是零 只剩下管内磁场 大约趋近于零 当然你在日常生活中 不可能有无穷长的螺线管 那就像刚刚说的 无穷场的长指导线一样 你只要粗细跟你的长度比起来 是很小 那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公式 所以这里其实是 你也可以可能要刮胡一下 就是无穷场 好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吧 请问 请问这个 一般的情况下呢 这个公式呢 是越细的螺线管越准 还是越粗的螺线管越准 好请回答 好请回答 那其他同学呢 除了刘静轩以外 还有差一位 成绩者呢 好二对二 那事实上是细啦 那你会回答出 你就是不知道 我刚刚在讲什么 才会回答出 好那可能是我刚刚 画图画蛮久的啦 不好意思 那个 没有事先先画好 那我再重复一下 花一点点时间重复一下 我就是说 我们把螺线管 看成是很多个环形导线 那环形导线的电流 如果是这样流 这样流的话 那 它的上面这一个电流 产生的磁场是这样子的 电流如果进黑板 那产生的磁场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 那电流如果是出黑板 产生的磁场是这样 那一般的情况下 你如果 它是粗粗的 这个管子 是粗粗的 那 这时候你 这个电流 它产生的磁场 是靠近它 是墙 就蓝色这个箭头 很长 就是墙 那远离它就是弱 那对于橘色也是一样 这个电流产生的磁场 靠近它的是墙 那远离它的 就是弱 那管内 螺线管内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会看到 不管你是下面的这一个蓝色 它对管内的磁场是向左 然后 上面的这个黄色 橘色 它对管子内的磁场也是向左 所以不管蓝色或橘色 对管子内的磁场都向左 但是像 但是如果是管子外呢 管子外的话 蓝色的这个电流 它的共线是向左 但是黄色的共线是向右 那如果你考虑到说 黄色这个位置 比较靠近橘色 比较靠近橘色 那应该是橘色的共线会比较强 所以 管子外面这个部分应该是向右 磁场向右 那反过来说 下面这个蓝色的管子外面 蓝色的电流 管子外面 蓝色电流的共线是向右 橘色的也有共线 但是比较弱 因为比较远 所以综合起来 是向右 管子外面是向右 所以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管子内向左 管子外向右 在管子内向左 管子外向右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变成无穷长的话 你把它两边拉到无穷远 两边拉到无穷远去的时候 你不管这个管子有多粗啊 最后都会看起来很细 因为你的长度是无穷长 长度是无穷长的话 你的管子的粗细 根本跟长度没得比 长度就是无穷长 所以你的管子就算多长 都没办法比 都没办法跟长度去比啊 所以这时候 我说管子的粗细 不管多粗 都没办法跟长度去比 所以粗细忽略 粗细如果可以忽略的话 那就不会有所谓的远近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刚刚说 这个 它为什么在管子外面的影响力比较弱 是因为这个对面 对蓝色的来说 它距离有点远了 所以产生的磁力 磁场比较弱 磁力线比较弱 所以才没有办法去抵消掉 橘色的 因为橘色的近 然后蓝色的远 可是当你的粗细可以忽略的时候 粗细可以忽略的时候 两端无穷长 粗细可以忽略 那这时候 蓝色的电流造成的磁场 在每个位置都会是一样强 所以蓝色的在这一点 造成向左的磁场 跟橘色的 在这一点造成向右的磁场 强度一样 那就可以忽略了 那所以忽略了以后 你就会只剩下管子内的磁场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公式 我们公式里面 并没有螺线管的半径 并没有这个R 因为这个R可以忽略 粗细可以忽略 所以再问一次 请问这个公式 在各位可能以后 在大学 或是你只要是有 稍微用到电子电机的 你多少还是会接触到螺线管 那请问这个公式 螺线管的公式 它 一般的情况下呢 比较适合用在 粗的螺线管 还是细的螺线管 我知道大家都会回答戏 那可以了解吗 刚刚刚这样再花了五分钟 又介绍一次了 如果可以了解 请你说了解 亭线管的公式 把这种形式的公式 就在那里面 就在那里面 我 所以最后我们 我们把四个公司统整一下 我们把四个公司统整一下 我们等黑板干掉 昨天有人笔记 有点抄得太潦草了 各位要抄整齐 我们公告的要求 应该有请各位要抄得整齐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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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